这次全中域的举重项目最受关注的 国南102公斤以上级的超级历史对决 三明国中派出轮山部落柯冠亭 柯冠亭他最终是以抓举100公斤 亭举130公斤 总和是230公斤 勇夺金牌 超水准的演出更以总和230公斤 领先银牌选手总和175公斤 多了55公斤之多 是全村的希望 更是学校的骄傲 柯冠亭展现超强实力 抓举100公斤 遥遥领先对手幅度足足有25公斤之多 这是这一次最受瞩目的国南柯冠亭 在这一次的全中域 以抓举100公斤 停举130公斤 总和230公斤勇夺金牌 上一次年龄不足所以没有办法成赛 是 然后对我这一次的 重量呢 我的感觉是很开心 因为听局有做好 就是不会那么紧张 回顾柯冠亭接受举重训练的历程 其实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 就读国中二年级时 因为受到现任教练张依然的启发 才开始接受培训 今年毕业之后将教读花莲体重继续举重之路 现在是去花莲体重 继续练举重 这一面金牌是柯冠亭国中首面全中域金牌 超水准的演出更以总和230公斤 领先银牌选手总和175公斤 多达55公斤 是全村的希望更是学校的骄傲 记者高双双主席乡采访报道